現在正直播在廣島進行的排球比賽 中國對日本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場波 是在亞運裡的一場爭奪銀牌的賽事 這場波裡面 中國和日本兩隊是不可以再輸 因為兩隊在之前輸給南韓隊 金牌就沒有了 但是無論如何 這場波都需要去競爭這個銀牌的 現在比賽大家看到 我們放在第四局 是8比6 日本隊領先 中國隊當時是領先2比1 局數方面領先2比1 現在是第四局 在香港這邊 除了有香港排球國際裁判二位強先生 我們另外還有任達華 而在廣島那邊 也有徐家樂 會和我們一起停述這場賽事 是啊 現在我在廣島這邊 一直看著這場波的比賽過程 在頭三局的比賽裡面 中國是先贏第一和第二局 分別是15-11 15比5 但是跟著在第三局 日本隊就利用很多換人的戰術 一直給一些所謂後備 其實都很有實力 譬如現在白色三個日本隊 他就將他的後備拓球手 名取之位 換到入世的政選的永庫有幾 比分方面就是9比6 白色三個日本 暫時領先 這個後排進攻 好球來的 剛剛在艾亞文的左手鍵 就是落到空位 四號的三內美加 香港觀眾來說 很喜歡他 第一他愛型好 第二他打法勇猛 很多時候後排進攻 都是由他去拆動 大家聞 有腰傷 唉呀 這個波想說托 與不托之間 又想說猜過去 又想說托過去 中國隊叫他第二次暫停 嘉樂… 我想問問你 他首次日本隊 換了這個Sector 名取之位 在頭幾個 你認為他和永庫有幾個相差嗎 不算 二號那個 他的經驗是好一點 信心是大一點 但是看起來 這個三號的名取之位 基本技術和那種狡猾 那種靈活性 我覺得他比二號的永庫有幾 不過他出場的次數少 會不會和隊友配合得好一點呢 這個也看見 暫時下來打 日本隊那個新的拓球手 和五個攻擊手之間的配合都很好 可能由於他們在日本打 現場裡面的觀眾數目相當多 雖然說他們爭取這個銀牌 但是在他們的心目中 就覺得最重要是贏中國隊 他金銀銅牌當然是重要 但是贏到中國隊 日本人心目中更重要 沒錯, 因為他對上的比賽 女排大獎賽在上海 是以3比0輸給中國隊 他現在自己的地頭當然好 因為我贏了他 家樂, 有人看嗎 是… 好了, 我們看看這個比賽 七號是福田幾代, 大隨手 這個球是跳起的時候失去位 一腳就過了界 八比十 中國隊雖然落後兩分 但日本隊的教練就是橫田忠義 他就是以前日本藍牌奪奪奪 奪奪金牌其中一個成年 這位了 至於另一位大股城師 就做了藍牌的教練 那個年代的兩位奪奪金牌得主的 排頭手都分別擔任了 日本男子隊和女子隊的教練 換句話說, 用當代的名將 帶領了兩隊球 換句話說, 日本隊的風格 就會由主手變成強攻 因為這兩角都是大砲 對, 他們自己本身都認為 現在日本隊如果再不增加網上的高度 就會不夠其他隊伍打 很厲害 這個後排進攻, 大家認住他 四號的山內美加 看看, 最大功勞還有一個 就是五號的重村一代 走一個後的貝妃掩空了中國的難忘 令到山內美加在中間跳起 有一個大洞, 即是一個空位讓他殺下去 安井榮子這個是十比八 四號位, 孫悅 這個扣殺動作很容易認 很厲害 孫悅在今次的亞運會 表現在進攻方面就沒得定了 很厲害了 但是唯一的缺點就是後排 大家留意他 他後排上網比較麻煩 很多時候救到球 但隨便打高的球就算了 我都很同意加拿你的看法 因為孫悅發覺到 在今次亞運會 他是中樂隊得分的最大的鎖匙 反而寬文利就沒有他那麼飄青 對…所以中樂隊有時候 在這個進攻方面 就會把八號的寬文利換入休息 換出一個新人 一個叫李艷, 15號 這個大家如果有機會看到他 已經留意了 九比十, 中樂隊的拍球 一個勾手的飄忽, 後排進攻 這個球不是打得好 根本是升矮了 大家看看這個球 所以看到四號的山來尾嘉 起跳的時候 大家看到的動作不是用盡力的 但是中樂隊的藍王和後排 打算他殺, 攻不了 就沒用力去防守 十比九, 快攻 已經被崔詠媒 單手勾起就大臨數字 心急了 這個七號的福田 照計他還有一下可以打 他照正可以輕輕打進場 中間就被隊友打過去 但是他太心急了 就打算過網 九比十, 網球式的飄不球 是不是狡猾 大家看到這個拖球 是不是狡猾 三號仔, 名取之位 一向日本的拖球手 都是這麼狡猾 以前的中田九味 你也記得 也是這樣的, 狡猾狡猾 這個球是靈魂跳盡 跳盡了手 然後在那裡用手指一張 彈過去 這一下也不容易做到 這個技術也很厲害 而且他的掩護性很好 跳起來之後的動作可以升前 可以升後 也可以做一個輕力的虛擊 這個十七號的就是斥麗麗 在香港我們過影的大獎賽 大家看過他出來打 也不錯, 他打得挺稱職的 九比十 一個橫身的勾手飄忽 大臨數指, 轉過來四個位的攻擊 日本隊一號的大臨數指 就是整隊的靈魂 但是他的頸有傷 他扭傷了 所以他很多時候暫停 要用冰去敷那條頸 大家留意他 他跳的時候 頸部動作不太順 他跳起來 勾手, 很聚 這個球 日本的法球也是 看過大獎賽 你會知道 六號的吉元之子 這個球很聚, 很飄忽 大家留意他打的球 是用手掌的位置撞球 一撞, 高飛 這個球不行, 聚不了 好, 通常勾手曲聚 如果一聚, 就好像出界 橫田忠義 職麗麗 三號的崔詠梅 九比十一 上倒網 不過差他一點點位 鬥起 這個球大臨數指固然打得好 但是中國隊沒有想著他會殺 就不會跳進去難 努力去跳第二下 所以就難不了大臨數指 十一比九 網上的爭奪 蘇惠娟的力度用得好 撞到過去, 蘇惠娟升快球 這個就是大亞文 那大亞文的腰是有傷的 就是一看到他起跳 就要看準球 才決定力度用多少去跳 他以前不是的, 下跳盡的 一個後拖 二號位大臨數指 撞到那個球 但是回身太慢了 是嗎? 阿家樂, 似乎… 這球是中國隊首五號位的球員 會失誤 這球的回身太慢了 似乎中國隊現時的難忘方面 我看到這幾下 他的大臨數指沒有了符 每次大臨數指起手 對, 中國隊的難忘不了 是 還有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那個拖球手 就是這個三號的名曲之衛 一個球真的分得很好 很多時候他還沒出手 中國隊的球員不敢走 變成一走就會慢了 第二樣就是日本隊 其他的球員 例如山內里加 福田紀代 多次見麻子 都打得很好 球都扯得很散 福田的扣殺 中國隊這個球難得好 兩個一起跳 現場觀眾帶鼓 螺子去捧場 這是日本人一貫的作風 十比十一 單手讓他這樣升起 升得很漂亮 這個球 數位捐救到 厲害 這個球能升得好 打得不錯 但好像差了一點 出界 看看 打到標誌桿 積分很緊 十一比十 是第四局的比賽 大家看到現在 會覺得兩隊的分數都拉得很緊 記得他們在大獎賽上海打 三局都要打到標時 十六、十四、十四、十七、十五 中國才贏得到 十二比十 四位的強攻 孫悦的扣殺 對面看到路了 日本隊對孫悦很注重 甚至用了這個附近帶 看了他的打法 專門研究怎樣去攔他網 這個九號大家留意 多次見麻子 他是打快攻的 也是扣球式的開球 似乎現在日本隊 集中力量難忘 他把托球手換出來 中國隊 只要過到對方的第一度難忘 很大機會贏 日本隊這個換人戰術都相當不錯 就把身材稍為矮的托球手 就名取智慧換進來 換回多次見麻子 彈票力高的出去難忘 十四比十 日本隊是拚一拚的 中國隊的球一過去 他就不知道怎麼反攻了 對, 阿民升起 又是孫悦各位失了 這局可以說日本隊的後隊換人 是成功人 十五比十 日本再贏一局 總局做二比二 看看香港你們那方面有什麼看法 是呀, 家樂, 我過謝你 我拍到現在打到二比二 我看看那場的決勝得如何 雖然華仔不太熟悉這個排球 但看得到是津津有味 好看… 華仔最關心乒乓球 是一個最新的消息 不如在廣告前跟我們說好嗎 好, 乒乓球方面 女子團體香港有三比零 贏了日本, 進入這個決賽 換言之話, 助亞望冠 真好, 謝謝華仔 我們休息一會兒回來 我們繼續看比賽 歡迎各位, 回來 亞時94亞運黃金直播時間 現在我們看到 人造衛星直接轉播 是廣告方面的 中國對日本的第五局賽事 剛才我們很緊張 因為分別中國和日本 都是以二比二局數打和的 現在加上余慧強教練 跟我們講講 在我們講之前 我聽華仔經濟 華仔, 現在二比二打和 好, 整局還沒開始 是 你怎麼看? 你的希望怎麼樣 我覺得中國隊挺危險 主要因為我覺得他們不太平均 而且不知為何好像不太集中 譬如後面那些救球 完全有時的位置都失去 還有前面…中鋒不夠 擦球不夠力 中間的攻擊力不夠 不夠… 不夠… 對, 其實中鋒不夠 我發現我剛才覺得 連難網也較為差 對 難網方面不及日本 所以我覺得威師 流力… 他跳完第一跳之後 要不要流力跳第一跳 一跳就全都破壞了 沒錯, 現在是拚就拚 對, 拚盡他 現在暫時是一比零的本領先 各位觀眾 這個球是直接得分制 即是發球之後就得分了 所以分分球都要搶分 嘉樂, 看看你那邊怎樣的情況 對, 正如你們所說 現在的比分是一比一平手 在直接得分制 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開球那邊 是不著數的 他開了球之後 對面就進攻 這一點就跟頭四局完全不同 開球的就是山內里加 這個球開得不太聚 一個快攻, 但是不凶 日本隊知道賴阿文是殺不了球的 唉呀, 想說大斜線領門 沒有我會又怕撞到那條柱 唯有犧牲不用力打 就打失了 因為怕掉下來就撞到那條柱 二比二 崔詠媒和開球 開得很深, 對方搶不到網 對大林素子的扣殺 中國隊的表現好像有點害怕 特別是賴阿文過去這一刻 大家看到他是低 那個人是打斜線領 所以那個南方點是很低的 不行啊, 賴阿文這個位 其實賴阿文 賴阿文繼續被他打 其實賴阿文 我認為如果賴阿文 難的大人數字 一個是受傷 而是較為動作緩慢的人 難得這麼機靈的人 是很難做得到的 教練應該是在想想的 是啊 對, 而且余偉強你說得對 日本隊在今天的排陣 跟大獎賽有一點不同 沒錯 他把位置調了 轉到大林素子在前排的時候 就剛剛撞正賴阿文在前排 大獎賽不是, 調轉了 賴阿文在前排 是大林素子在後排 這個也是他特意做這個排位上的調動 四比二, 第五局 最後一局 推過對方五號位 蘇維娟 這一下被對方看到的動作 因為大林素子 打過很多大賽 拖完幾代 平常點很高 修正過來 一個後拖, 漂亮啊 拖波拖得好 直接的動作就騙了 動作就以為他拖四號位 誰知道他拖到五號的松村一代 日本的拖樓掌 三號的明取智慧 五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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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球掌到了 中國隊都不弱的 如果掌空到 兩支大錘手 絕對不會輸贏給日本隊的 可以說這場球 暫時中國隊 在尾這兩局 計算現在 就輸在戰術的配合 拖波球 應該是六比三了 剛才迎光幕打五比三 可能打慢了個分 有些 十八的安井泳指 這個磚在後排開球 大家看它小小的 這些救球很快的動作 勾手 球聚了下來 到圍娟 扣一個長平拉給孫悅 孫悅的透閘給他看了路 網上的爭奪好 好 這個拖頭手 是三號的不取之位 大家看見他們的手放在後面 用來打暗號 暗號通常他們才知道 打快攻 還是打交叉遠戶的戰術 這個球掛蠟鞭 時間不對 大家看見落後的黃耳 但好像落手很快 趕快把球撥下去 要落碟就不要力度 5比6 打快球 難網難得好 單人難網成功 自我展望成功 剛才黃耳也是自己跳兩下的 黃耳很辛苦 復前幾代子 飛身救到 就是賴亞文 推擊 對完保衛跑到 再對於復前幾代 那個球難倒網 但是不夠運 不高 轉八球 應該是7比5 沒錯了 畫面打出來了 一個後的貝飛 6比7 中國隊拿回1分 現在很緊張 現場打了羅打鼓 大部分日本隊的擁躉 中國隊就沒有主場之力了 一個後塗快球 好,就到崔詠梅 單人難網成功 崔詠梅想這一下對方不會來爛 所以他扣殺的時候 都是用大斜線的動作 但山外里加很聰明 知道你,崔詠梅怎樣殺 49inal 現在會ран迫 轉場的時間 你們香港有什麼感官 現在看來打條件是嗎 究端還會打打條件 我覺得這樣 我覺得這幾場比賽裡面 發化了中隊 不知道為什麼 它的戰術有 경우連太暗 很單調 主要而言,就算要打終裙的大炮 就算算打過佛飛 一定是王儀,不用問了 而且走過來的時候 被人看見是你走過去 沒有掩護,沒有傷快 沒有側邊的掩護 人家看著你王儀 是從三個位慢慢走過去 二個位打貝飛 以及打中間三個位的強肝 其實是可以被人看到的 但是日本的變化大了 所以這裡是最大分別 現在的比數是七比八 現在前排的中國隊有八路的官民尼 官人尼的日本表現不像上海那麼好 所以有時他要打後備 這個虛擊對方能看到路 但是飛身不能下去 因為女子排球來說 對於飛身救球的漁躍動作 不是那麼好 因為他關乎上半身的民爺 男子喜歡用飛身 女子喜歡用滾翻 八比八平手,是打15分的 先打車 阿文救得好,雖然腰有事 但是足球就沒問題 好厲害,你看他咬牙齒齒 潘文尼,他有這裡好 他用盡力,集中精強 而且這個動作的收幅動作 爆炸力很大 這個時候… 我看見… 現在收水日版超前 阿家樂 是 潘文尼,他有一件事給你驗是好的 我覺得,自己覺得而已 他是夠狠 而且他上網撥下去,那一刻落碗是漂亮的 通常落點大概在四、五米之間 而且他比李艷高 但我發覺李艷的攻擊力 他打傷球,落碗不是太理想的 而落點在八、九米之間 很容易出界 是的,所以這個是一個隱憂 而且現在中國隊實際上 打完這個亞運會 遲些就要在十月中 去巴西打世界錦標賽 我也替他有點擔心 因為阿文現在這麼整齊 已經沒有人換了 整隊的球的缺點就露了出來 飛身救到 那些彈網是向前彈出來的 波落網有三種彈法 第一種是向前彈出來 第二種是在上面貼著網絡 第三種是打橫飛過去的 三種的救網都不太順 十比八 中國隊領先到三分就比較穩 難倒網,救到 修正過來,三號位 這個球太窄了 在中間打,打大斜線就比較窄 一個鑊長的闊度只有九米 這麼斜,在中間打就很難 九比十 日本隊你看到他走一撿 他走一撿,大家觀眾不要以為他是難網 他當然是掩護,不是,他只是換位而已 勾手曲墜,楊倒網 快攻掩給四個位 這個球的戰術做得好 沒錯 快攻拉空了日本隊的防守 令到你們看 一個打了 直接散散了防守 打中斜… 中國隊以往都是靠戰術平球的 潘文利在最後關頭這個情況 他由於他夠狠、夠勇 我相信現在隊友掩護他 環果拉空一個對一個 他的機會還有 是,沒錯 而且潘文利的鬥志很好 看著看著看著他,絕對不輸 輸了…不行,那種的現象 看回後排插相 大臨數字 難倒網 這麼多球來 第一次這麼清脆 是難倒大臨數字 這分重要 重要在第一次 難倒大臨數字的球 變成整隊的信心會提高 十二比十 我猜如果他被大臨數字打,又死了 所以他不敢讓他打了 升起,潘文利,推擊 對面的扎死了腳 這就叫做守風順和不順的分別 這場邊有個暫平 現在就十比十三 中國隊領先三分,應該贏面很大 現在有兩分球,他可以贏這局球 這個時候看看潘文利 現在就在四號位 我們看看究竟 中國隊現在怎樣打這個戰術 希望有掩護他 失驚無神能夠打一個貝飛 或者機會就來了 潘文利,慢慢給他打 在他扯開之後突然來了貝飛 或者中間掩護一個球 我希望這兩分就這樣拿到他 不過現在的贏面 中國隊應該很高 沒錯,因為有兩個… 有兩個原因都挺重要的 剛才你們都看到 他難倒大臨數字的球 整隊球可以打到一個強心針 放在第一吋 去到福田的幾代指 打釘這麼打 十一比十三 大家看看,福田的助手好 這個球好像是斜線 但他就看左打右 全球的右手是揮過去直線的位 不需要轉腰的 這個很重要 只要是自己的九號的多次戰馬子 難倒力很高 他當然是出來難忘 沒錯,打中路的快波又拿了分 所以現在這一分最難忘了 留意一下 難忘就難到大臨數字 或者三萬多加 後場進攻就完成了 這一分要難死 好,看看中國隊現在的跳動 怎樣去做難忘了 賴阿文在中間 後排進攻,看到路了 阿公是想跟他打了 輕輕過來 過來的… 有網,撈到網,撈到網 撈到,撈到網 到處看一看,然後升到快波 太好了 結果去15比11 中國隊贏了第五局 擊敗了日本 跌得今屆亞運會的銀牌一面 日本銀牌 至於南韓獲得金牌 所以我們這局局 中國隊在後期打得非常重要 是嗎? 已經變成了 他一聽你說,你鼓勵他之後 他幾打都贏給你看 是呀 其實很奇怪的,打球一樣 六個人其實跟踢足球一樣 現代的足球就是 11個人全部走完前面射球都可以的 我也希望排球一樣 六個人沒有分前後 全部進攻成這樣就最好看 沒錯,尤其是南韓那幾段 潘文利贏過功臣 他這個放膽勇猛的扣下去 是帶起全球的士氣的 好,我們剛剛看完 就是一場非常興奮的賽事 就是中學隊以三局 就是贏了這個日本隊的 接下來,不如我們來看一看一場 就是之前已經是比賽過 就是女子的四成 哦,這場是一場 是現場人造衛星直接轉播 當台的女子的四成一百 混合接力的決賽 是否則是尤其是